我手女欲望难满足 不用照顾我的仙人长 然后我的爱一直都会在 最近也不用照顾我 她还是那么亮啊 为什么不准再接 你每件事都送钱 你都不了解我的需要 或是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你不能想 我会不高兴 今天晚上10点到11点 敬请锁定 悲观命运 接下来播出 青春猛谁愁 看着都是感情非常丰富的 每一个 每一个 今天坐在我们这边的艺人朋友 我们这边是DJ朋友 DJ朋友 都是知名DJ 好不好 你们应该接受过点播 跟失恋相关的 什么样的歌曲是点播率最高的 对 失恋的歌 准备写版 准备写版 我们艺人朋友呢 好好让你们发挥一下 大家都是感情非常丰沛的 而且都是歌手啊 很会唱歌 失恋这个主题 什么歌最能让你产生共鸣呢 来 依珍姐 晨晨哥 我是依珍妹啊 梁依珍 我跟雷雅都有在助唱 然后所以常常会收到一些歌 像我自己会很喜欢有一首就是 准备写版 准备写版 我好爱这首歌 很好的歌 阴天为什么是失恋的歌曲啊 是失恋的歌啊 我想到准备写版 你知道准备写版的台语怎么念 准备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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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可能看到她参加她的喜宴或是什么 哦 像陈奕馨那首歌 对对对 其实有很多画面在里面 你的什么 你的我的喜帖什么 你的喜帖是我的 你的喜帖是我的喜帖 你的喜帖是我的喜帖是不是 对对对 OK 这很有感觉 对 我记得张学有一首歌 叫做《情已是》 哦 它是一首日本曲 对不对 对不对 掌声鼓励 哇 就是一个 你光听到那个曲小调 你整个人就掉入那种 就是你真实的故事吗 例如说你在试炼 真的有在听这首歌 当然 那时候是发生什么事 你为什么会失恋 曾经 跟她一起听一首歌 这首歌是Maria Carey的一首歌 这是第几张专辑我忘记了 然后听完的时候 你跟她是没有任何交谈的 你只有 你就 对望然后流下眼泪 就说再见了 就是那个时候她已经用 听完Maria Carey的歌 然后说再见 她跟你 效果非常好 你用一首歌来say goodbye就对了 是不是 对对对 那首歌是你们中间没有任何对话 十字五位七字可惜的那首 不是 就是 就是你 你只能用 你的言语已经不重要 就是你已经用眼神在告诉她说 去一以间 你休想拦我 对 然后 然后隔天就没有 没有机会再见了 好奇怪 好奇特的一个分离方式 好像听完就天人勇格的 然后呢更特别的是 就是 你隔了一年后 你有一个第六感 就你有一天突然在一年后 分手的一年后 你打电话去她家 是她妈妈接的 然后她说 她现在不在家 你知道那个 她妈妈说她不在家 给你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吗 什么讯息 她在电话旁边 不是 我 她妈妈没告诉我答案 她说 但是她结婚了 就那个刹那是告诉你 她结婚 但是 她只是说她现在不在家 是你揣摩的 还是她妈妈想的 就真的是这样 你有预感她已经嫁了 是不是 对对 就是那个预感 其实有一首歌 是我每一次 听到的时候 我都会 痛哭 因为 她写得很好 然后会让我想到 有一段是我很 不舍得放掉的一段感情 我知道 那一首歌 不是 那一首歌是蔡建雅的纪念 我知道 怎么唱 就是 那一瞬间 你终于发现 那曾深爱过的人 早在告别的 那天 那天 一消失在这个世界 那天 一消失在这个世界 真的耶 就是会 你会很难过因为 为什么呢 这首歌是跟你真实的经验 有相结合吗 就是 其实我 之前有 有谈过一段感情是 我们分开不是因为 我们不相爱 也不是因为是 我们吵架或者是怎么样 我们决定分开是因为 我们觉得说我们两个人要走不同的路 就是 發展不同 然后所以我们决定分开 类似的就这样 类似 有时候这样会分开 就是我们就很理性的说 我们分开吧这样 然后分开之后呢 我们也很理性的就是各自收拾各自的东西 然后就离开我们一起住的地方 然后多年之后 有一天就我们碰见了 然后你就真的你觉得 你这个人已经不是你之前 人是绝对 对 就是不是你之前爱的那个人 虽然说还有爱 可是 他变了 因为他旁边多了一个女生 就是那个 也许 对 就是那个感觉 然后听到那个 他的歌就是纪念这首歌 你就会想到 一直哭 对 就会一直哭 然后最后就是 我不知道耶 后来就又听到另外一首歌 也会让我想到这一段 哪一首 什么歌 我恨我爱你 不如就完整出来唱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可以吗 我恨我爱你 对啊 掌声欢迎高雷雅 欢迎高雷雅 我恨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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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想像了你 你可以很放心 我不會為了留你假裝可憐心心 都怪我 太不真情 我恨我愛你 Oh 我愛你 只是因為你是你 Oh 我恨你 你有我看也看不清的小聰明 你有我說也說不完的壞筆氣 你有我說也說不清你的心戀情 沒關係 我有你拿也拿不走的舊回憶 我可以一個人安靜的忘記你 我恨你最後那一句 我愛你 我愛你 黃國文請講評 黃國文請講評 我跟你講你常常唱到心坎裡去 我剛才把眼睛閉起來 我覺得這是你唱的最好的一首歌之一 這是你出道以來 因為他今天沒有 因為他今天在那個Fu裡面 他已經想到 你又想哭了 很多的畫面 他是真的用真情在唱這首歌 你又想哭了 你真的想哭耶 啊 真的 唱最好的一次一首歌 就是 你還是會想到那個 就是捨不得的那個 你還痛嗎 其實不會 所以應該只是一個回憶了 對 但是因為我現在我很幸福 可是 總是會有一些遺憾 對不起 是在五年前的畫面嗎 大概 五六年有了耶 都這麼久了 你看你還是那麼強烈 可是 你的情緒還這麼強烈 對 就有一些東西其實是 就算過了十年 他還是刻在那裡 好像心裡有個角落 還是留給那一段感情 太好了 來評審請教 不要鬧了 百分 人家失戀你 給他下分數不好吧 我給他一百分 真的 很棒 掌聲給他鼓勵一下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真實感情的分享 為什麼 要謝謝大家 因為大家分享到你的情 欸 人是 人為什麼跟動物不一樣 我們的感情太深了 你知道嗎 而且雷雅你創造你的代表作 這一首歌唱得很 好幾遍欸 而且每一次都會哭 都會哭 哭得很慘 然後還有一首 就是 這首歌真的寫得很棒 就是他的調子 經典情歌 對 真的 非常好 有沒有人跟你講他們發生什麼事啊 例如說什麼故事 告訴你一個直接落淚 因為我覺得這個值得講 好 來 直接落淚 我有一個好朋友 他跟他的前男友交往七年 然後 everything's going fine 一切都很好 然後突然他去身體檢查 然後發現就是乳宮裡面有 子宮裡面有 乳宮 國語不好啦 他子宮裡面有一個非常小的 就是差不多 肢瘤 中瘤嗎 然後他就趕快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把他就是開手術 然後拿掉 可是他跟他說 小姐 你可能以後沒有辦法生孩子 然後他當時才是二十出頭 然後他就跟這個男朋友講 然後這個男朋友的媽媽 因為很幸 就是算命等等的 馬上就問這個男生說 所以他不能生了嗎 對 然後就馬上叫這個男生跟他分手 OK 然後這個女生開刀完 要離開醫院的時候 男朋友也沒有來接 就這樣 就over 哇 真的好直接喔 很殘酷 而且過期了喔 而且他最近才知道說這個男生要結婚了 哇那個生理心理都痛啊 這個真的我聽了 雖然不是我的故事 我都真的聽他好傷心 如果這個男的是 如果女主角是你 然後男的真的對你做了這件事情 對 你會去殺那個男的嗎 不會 可是我會點一首歌給他聽 而且我覺得是雪上加霜 對 你會點什麼歌給他聽 BONJOVI YOU GIVE LUMB A BAD NAME 就是去刺痛你的心 OK OK 真的刺痛你的心 那個是嗎 我們可以組一個BAND 我覺得你 你很適合走音樂這條路 我本來就是音樂人喔 對 你是音樂人我就是影帝的 這個好笑 三個月就冰店了 那時候有一首 深深的刺痛我的心 那一首歌 哈哈哈哈 你安 你閃閃閃閃 阿咪 在那我就把你敗了這樣喔 哈哈哈哈 哈哈哈